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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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沒換衣服呢 就這一套 哈哈 沒有想給觀眾一些新鮮感嗎 節目裡面可能會有 穿一穿一裙子上來 他是29歲嗎對不對 三個49歲 這是他的招牌 這是他的招牌 你上一次已經這麼成功 嗯 現在有很多人認識你嗎 對給我朋友去吃飯 辣椒免費 哈哈 哈哈 最印象深刻就是在地鐵上面 然後我一進地鐵 我扶著那個那個乾嘛 然後在我旁邊有一個四十多歲的 也是一個大叔 然後他就看我 然後我也看他 然後過了一會兒他手機 對著我 咔 哈哈 我還在放大 你要那個 嘶嘶嘶嘶 那個 哈哈 吃辣椒那個 放大了才能認清你 你聽他管四十多歲叫大叔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挺開心的表演 請我準備一下 謝謝 百家笑談 談笑古今 哎呦 今天我發現大家這個精神狀態不是很好 哈哈 要么這樣 為了緩和一下課堂的緊張氣氛 我給你們變個魔術可以嗎 可以 請注意 什麼都沒有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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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繼續上課 哈哈哈哈哈哈 繼續怎麼唱 百家笑談 談笑古今 今天我們不講三國 我們講一講 麻豆 哈哈哈哈 那麼什麼是麻豆呢 麻豆就是 你媽媽的臉上有顆豆 你幫他擠出來 哈哈哈哈 非耶 麻豆是一種職業 是很多年輕人嚮往的職業 哈哈哈哈 但並不是說誰都可以當麻豆的來 首先 你要有一個好的身材 光高還不行 你的比例要好 哈哈哈哈 那我們通常都講這個九頭生九頭生 那如果你只是個兩頭生 你還搞什麼麻豆呢 哈哈哈哈哈哈 那麼我們不禁要發問誰是兩頭生呢 雞雞貓就是兩頭生 哈哈哈哈哈哈 雞雞貓 怎麼還有雞雞貓 那麼誰是九頭生呢 哈哈哈哈 我就是九頭生 哈哈哈哈 不信我可以給你們比一比 這是一個頭的距離 我下比 一頭生 兩頭生 哈哈哈哈 三頭生 外彎四頭生 哈哈哈哈 五頭生 六頭生 哈哈哈哈 七頭生 八頭生 九頭生 哈哈哈哈 那麼如果說各位同學沒有老師這麼好的身材比例怎麼辦呢 你也想當麻豆 記住老師的一句話 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你對夢想前進的腳步 哈哈哈哈 今天我就要告訴你們 怎樣成為一個頂尖的馬洞 哈哈哈哈 首先 馬洞你要學會怎樣在梯台上走路 我們叫貓布 這個貓布怎麼走 最開始先練習你要多喝水 為什麼 喝完水之後的感覺是 尿急 哈哈哈哈 尿急要怎麼樣 找廁所 毛布就是這樣一個行動路線 哈哈哈哈 下面老師給你們示範一下 可以嗎 可以 Music 走 廁所呢 這邊沒有 那邊去走 這邊也沒有 哈哈哈哈 怎麼辦 回家呢 當你學會走路之後 還不夠 就比如說 你這身材比例的困擾怎麼解決呢 老師告訴你 有一個速成的辦法 你們都注意啊 這個麻豆走到舞台中間 他有一個亮相 叫POSE 手要插個腰擺一下 所以說這個手擺得很重要 老師告訴你們 怎樣擺 顯得腿長 給你們演示一下好嗎 哈哈哈哈 OK Music 插腰 嘿 那兒擦胸 手以下都是腿 你如果還覺得不夠長還有辦法 這可以調整 擺脫你的身材比例的困擾 沒有誰 動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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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你媽媽都不知道你有這麼長的腿 這是一個速成的辦法 但是有一點老師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是什麼 作為一個專業的媽豆 你在梯台上要有處理急性情況的能力 比如說 你走秀的時候走著走著 哎呀崴到腳了怎麼辦呢 你是走還是不走 哈哈哈哈 老師給你們演示一下 哈哈哈哈 動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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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哈哈 作為一個專業的媽豆 這個時候職業道德一定要體現出來 再疼也要往前走 啊 啊 嘿 這只是崴到了一隻腳 哈哈哈哈哈哈 那如果崴到了兩隻腳 並且站不住 甩倒了怎麼辦呢 哈哈哈哈 我可以演示一下嗎 哈哈哈哈 你們都是好學生 哈哈哈哈 OK 肚子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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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啊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摔倒了 這個時候一定要冷靜 哈哈哈哈 時間是停止的 你要想起老師嘱咐你的那一句話 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你前進的腳步 哈哈哈哈 嘿 老师要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阿里塔尖的感觉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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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 忍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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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孙建宏 我们可以用你把他们几个换回来站这吗 好看多了 孙建宏你真棒 真好 而且你演的比上次稳了 说话你不怕你不敢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这边拍的也好 非常出乎人的意外 好看 很好 谢谢 看来 我今天我对你呢 是最有期待之一 还有下面那组 你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 而且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其实看别的选手吧 有时候会觉得 哎 他为什么还没完 说实话 刚才看你的表演 还怕你玩 我特别怕你结束 对 因为我觉得那妈斗完了 嗯 是不是还是应该有别的斗 但我们对你非常有意见 你说那小孩 什么学个鸭子叫 让我上去 刚才跳舞 让君如姐上去 你这节目应该请我们上去 哎 骑士 我也会 孙建宏你真的 孙建宏你真的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喜剧 因为这都是节目你自己编的 对吗 没有人帮你的啊 很厉害 我都不行 真的 你比我棒 你可以这样 非常好 不不不